我想今天大家都一樣是以非常沉重的心情來參加今天陳歐波委員所安排的針對台灣可能的核災因應 以及國際可能會對我們核災因應措施的專題報告 我想核四這個爭議已經存在台灣社會有數十年的時間 那這幾天大家的急迫感特別的強烈是因為林義雄前主席 也決定用無限期的進食的方式 用他沉默的力量來促使朝野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更嚴肅的態度來處理我們非核家園儘快落實的問題 那林義雄先生其實台灣社會對他也不陌生 早期也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當中承受了相當大的苦難 那麼他背著這個非常沉重的十字架 他卻一生中還是用愛與非暴力的精神在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 在他的領導之下台灣完成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那他也在民進黨權力最高峰的時候開始淡出政治 那最後甚至是退出民進黨 所以我們很清楚也知道也了解林義雄先生 他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個人的聲望 不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 更不是為了權位或者是職位 那今天的所有的動作是為了他的信念 也就是他對於核四潛在對台灣可能帶來的重大的危害的擔憂 基於守護家園的信念 今天他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本委員會的陳歐珀委員同樣是宜蘭人 他前幾天告訴大家他也要追隨林義雄先生 同進退 也就是林義雄先生無限期禁食的這個決定 陳歐珀委員也一樣 那麼他在很多包括他要去交通委員會 其他的一些比較激烈的抗爭的這些規劃 我有時候會勸阻他 但是就這件事情 他說他問過觀世音菩薩 他跟他太太也討論過 我們沒有阻止他 那也尊重他跟林先生用一樣的方式 來表達非核家園的訴求 但是因為他們兩位都用自己的生命 在喚起台灣人以及朝野兩黨 尤其是馬政府對庭建核四訴求的重視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件事情有一定的急迫性 我們更希望這幾天能儘快的有所進展 那針對這個問題當然有很多的面向 除了一個戰略的決定 整個國家能源方向未來的發展 我們還有在這個過程裡面需要做很多更細緻的政策的配套 那甚至是包括現有的這幾個核電廠 持續的確保他們在除疫前的一個萬全的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的針對我們可能跟國際間對於潛在的核災事故來進行一個討論 我現在要邀請原能會以及國防部的代表 我先請問國防部次長 你們過去曾經有針對核安事故有做過兵推嗎? 是的 有做過 我們在漢官演習的時候 曾經因為311福島事件以後 我們漢官演習時兵演練 我們曾經做過一次 那針對重大的核子事故 不管是天然災害也好 或者是人為的事故 或者是最可怕的狀況 也就是核電廠被攻擊的一個情形之下 你認為我們國內因應這樣的一個核安事故的能量足夠嗎? 後來兵推的結論是如何?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主政機關是原子能委員會 我們在他們應變中心的指導之下 我們國防部全力來支援這個工作 每一年都實施核安的演習 我當然知道你會支援 我是說我們就現有的所有的化學兵 我們所有能量的動員 來因應一個潛在的核子事故 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在原人會的評估之下 到目前為止我們執行上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的執行沒有問題 那台灣核子事故對台灣的影響是如何? 你們難道沒有一個結論嗎? 報告委員這個部分不是我們國防部所能提出的 所以你非常有信心我們的核電廠被攻擊 是非常有信心是可以因應的 可以確保我國人的安全嗎? 剛才林育芳委員所回答的一個說明的問題 大概就是我們國防部的答案 謝謝 你不能用林育芳的說明來回復本席跟你們的質詢 在我們現有的核電廠遭受到重大安全事故的時候 甚至是剛剛林育芳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現在國際的戰爭也許不會就針對核電廠來進行攻擊 可是我們不能夠排除任何的失誤 這個飛彈不長眼睛的 那你們這些狀況都排除了嗎? 你們已經排除我們核電廠可能遭受攻擊的 剛剛林育芳委員是假設說核電廠是不會被攻擊的 他的假設是這樣啊 你們的假設一樣嗎? 我們沒有做任何最壞狀況的演練嗎? 報告委員我們每一年我們都會實施核安的演練 這個部分主政的機關不是我們國防部 好啦你們就推就是了嘛 報告委員我們絕對不是推 因為這是放在一個你們整個兵推的架構裡面嘛 報告委員這整個的一個運作的執行 我們是執行部門的一個部分 我接下來要請問能源 這個能源會跟你們有關的 那次長你先不要離開 因為我今天在你們能源會的報告裡面 我看到一個我非常的訝異 也就是說你們提到 如果台灣發生相關的核電的事故 你們有一定的通報機制 包括跟美國的核管會 美國的NRC 那也包括因為過去曾經跟中國簽了兩岸核電安全協議 也包括要跟中國進行通報程序 那你們後面又寫了一段 說以達成協同資源的目的 意思就是說如果台灣發生核安事故 包括最壞的狀況 遭受到誤擊或者是攻擊或者是其他電源災害 有可能找中國協同資源 跟委員報告這個協同資源 當初的協定跟兩岸的協定裡面是只有通報 對我也看遍了你們整個協定 只講到交流 講到一些資訊 一些經驗的交流 什麼會議啦 合作 並沒有協同資源這一項 怎麼會協同資源在你今天的報告跑出來呢 我們發生核電事故的話 找中國來支援我們 你是依照哪一項協定呢 這不是我們的敵對嗎 中國不是我們的敵對勢力嗎 跟委員報告 你這不是引狼入室嗎 我們的意思不是這樣 那你意思是什麼 以達成協同資源的目的是什麼意思 如果這個協法引起誤會我們很抱歉 但是我們主要是跟美國還有其他的 IEA 你沒有講其他IEA的國家 你現在就是講美國跟中國 因為你目前只跟美國跟中國有簽訂核安相關的協議 我們也要跟國際原子能總署去通報 那國際原子能總署會找他的會員國一起來支援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針對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還有美國 那大陸是不包含在裡面 我希望你們做一個很明確的澄清 你們甚至應該要以書面來做一個很嚴謹的澄清 因為今天你們這個書面報告的協法 事實上是跟兩岸掛在一起的 是要把中國找來協同資源 我想這個不在現有的兩岸的核安協定的一個範圍內 早就超越了 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相信國防部也無法接受 這個我們會存進 好 謝謝兩位 那我現在請經濟部 經濟部 校委員好 市長我想我們在思考這個各種的替代能源的方案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政府一個更積極的作為 那我們過去一直對你們一直依賴核市場這樣的一個論述 有很強烈的意見 不只是在核市的建造過程當中的各種被發現的弊端 或者是不安全的這個建造的問題 不只是對核能發電本身的一些疑慮 也在於你們因為依賴把整個雞蛋放在核電裡面 而忽略帶墮其他的能源發展的空間 我知道你們有能源局 你們有提一些報告出來 但是我們發展的這個幅度遠不如其他國家 剛剛我們也看到很多包括台灣也知道 我們是很重要的一個太陽能版的輸出國 太陽能這幾年發展的比例非常高 我們是個輸出國 但是台灣本身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太陽能的市場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國內的產業 並沒有往一個可以高度使用替代能源的方向來推進 我們也沒有提供民間任何的incentive 包括我們的輸配電的自由化 包括我們電業法的一個大規模的一個修正 來破除台電長期的壟斷 包括發展智慧電網 包括發展microgrid小型的電網 這個都有在進行中 但是你進行的速度遠不如其他國家 連科技技術遠不如我們的哥斯大利加 它的替代能源的運用量遠超過台灣 每一個國家的環境不一樣 沒有辦法用統一的標準來看 當然每個國家的環境不一樣 但是我們既然有能力是綠能的生產國 主要的太陽能面板的生產世界主要生產國之一 但是我們卻不是主要的使用國之一 我們幾乎所有的工業都是這樣子 我們是全世界重要的電子資訊的生產國 但是它主要市場也不在台灣 但我們市場小啊 但是我們台灣有需求啊 我們不是沒有需求啊 當然我們的電腦的使用量會有限啊 當然我們的手機的使用量會有限啊 但是我們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 卻是比現在的需求量是更大的 委員這幾年你看到台南高雄跟屏東都有大幅度的成長 我們各項的政策並沒有依著我們需求的速度 再進行改調整 那甚至是投入到創業這個創新產業領域裡面 包括綠能再生能源的這個比例也都非常的低 我覺得這是我們對你們最大的一個批判 我跟委員報我們對於太陽光電的部分 我們會跟著它的這個技術的成熟度 會逐步增加它的比例 這個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如果投入太高 你一直說它的技術不純熟 可是別的國家使用的這個比例都比我們高很多啊 現在如果投入的比例太高 會成為所有全民未來20年的負擔 因為你要去收購它20年的電費 這個會變成全民的20年的負擔 所以它非常要精準去算 它什麼時候要投多少什麼時候要投多少 才不會變成像德國跟西班牙跟義大利 就是發生了前面投入太多 所以它整個抽手的原因也是因為這樣 它的財務調度會發生困難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主要的 潛在有科技研發能量的一個國家 那包括我們現在一直在尋求新興產業 我們OEM的代工模式已經面臨非常嚴重的瓶頸 但是我覺得這個整個國家的政策 卻是高度依賴核電的發展 我們並沒有很用心的去轉來 投入在替代能源的一個研發領域裡面 其實我們核電的比例不高 而且遠不如其他的國家 這是我們有potential 卻沒有maximize我們potential的一個領域 我覺得我們在政策上面 真的是要加快腳步 包括電業法的一個調整 包括我們的這個蘇配電的過去 長期以來的這個壟斷的問題 電業法的修正案 我們現在已經送在行政院審查中 那你們已經送很久了 也沒有進展嗎 有行政院一直在審查 審查完就會送到大院來審議 那你們的騎乘是什麼 已經送很久了 要看行政院的審查 這已經是多年的問題 沒有 因為我們是在兩個多月前才送的 那你們動作也是太慢了 這是多年的問題 那國家政策沒有跟著我們人民的需求 以及國際現代科技的進步 有所快速的調整的話 我們真的是會落後其他的國家 所以都沒有審查 最後又退回 謝謝校委員